另外大家非常关心的案1145诺富特饭店的水电工 因为它是在饭店清空三天之后 才被追回的确诊个案 那么之前也曾经在社区里头走动 所以专家就非常的担心会引发社区感染 而昨天指挥中心公布了它的足迹 店家都已经大动作的消毒了 没有想到4月29号这一天 人本公布的是说 它去的是卢州的黄菊饮料店 但是今天却在记者会之后 临时发更正通知 说他去的其实是三重工商店 不仅这个店长看到新闻之后才知道 措手不及赶快拉下铁门忙消毒 一旁的店家也吓坏了 激动痛批指挥中心没搞清楚状况 真的是害当地人来不及应变 店长口罩戴紧紧从里消毒到外 但手上这消毒水还是几分钟前 紧急跑去买回来的 这么措手不及 因为看新闻才知道确诊者 竟然来过店内喝饮料 本来不知道 刚刚电视才公布的时候 我们才检完之后 然后跟我们确认 确认就是检疫合格 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才会做营业 一直到按1145来过 店家立刻拉下铁门 不敢再做生意 这面染疫的诺富特饭店 外报水电工 4号指挥中心公布 4月26号去过芦州黄爵饮料店 4月29号在集野烤肉饭 晚上二度回到同间饮料店 没想到5号记者会后突然更正 4月29号去的是黄爵三重工商店 一听到足迹跨进三重区 当地店家骂烦了 昨天是讲芦州 现在今天讲这里 不要这样乱讲 乱讲的话会害死人啦 去这实实再讲 安11454月份几乎都在诺富特饭店工作 4月28号出现咳嗽 1号裁检 3号确诊 接触了23人 20人列进居家格林对象 指挥中心突然更改足迹 三重人真的啪啪的 哎呀 怕到哪里的 怕 不敢说站在走这里 我们不知道 他说围报如舟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围如舟 刚刚才知道 当然会当心 水电工确诊 何时何处 被谁感染 还没调查清楚 现在足迹又延伸到三重 指挥中心持续狂烈裁检 尽力守住社区防线 接着张涛离明州台北采访博动